各位同學、各位網路學員大家好 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第九張OP放大器與它的比較功能的9.5小節 那我們這一張會介紹一下OP的單電源動作的一些狀態 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 OP最主要是由於正VCC跟負VCC 跟VIM的正跟VIM的負 下去做運算而得到這個結果給我們 各位學員只要記得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是不是一定要正VCC 是不是一定要負VCC 不一定 我們在9.5小節開始介紹 OP放大器也可以單電源動作 單電源重做 那單電源怎麼動作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也可以正電源或負電源動作就好了 OP放大器通常我們需要正的VCC跟負的VCC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裡正電源跟負電源 而下去做運算的這個結果給你 那如土B的V就是單一電源只有接正VCC 那負的它就把它落地 有看到這裡嗎 那C呢 C就是將正的落地 直接負的VCC 所以像這樣子的單一電源動作呢 其實對OP來講也可以 只是它的一些運算方法會變成說中心值會飄移 那各位只要記得中心值飄移的時候 我們就要練一個算法 那所以你們覺得如果這比較麻煩的話 那你們請你們用正VCC跟負VCC 兩個電源會比較單純 那如果用單電源動作有時候會造成你誤會或誤解 其實不管是正VCC或單一的負VCC OP都可以動作 好 單電源動作它的重挫狀態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土僅有單電源動作的時候 V1-V2等於0 那就可以得到二分之一的VCC跑出來 看到嗎 那如土V1我們只有負的話 就是負的二分之VCC 其實各位要記得的是 當我們正VCC跟負VCC 同時在動作的時候 它就是以中心點為主 有看到這裡嗎 以中心點 中心點就是正VCC跟負VCC加起來 從0開始 做上面或下面的移動 做上面或下面的移動 所以 讀圖A 有看到這裡嗎 圖A VD不為0 就是我們這邊插子不是0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A倍的VDA 就輸出電壓 那如同 就可以知道說 正VCC跟負VCC 就可以得到VCC 它是以中心值 有沒有看到 中心值來計算 而得到這個結果給我們 這個結果給我們 所以如果是以單電源來動作的話 我們看一下 所以VD為0的時候 輸出電壓作為中心 這時候 這有VD乘A倍的輸出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你就可以知道 因為只有加了VCC 所以它的中心點 就不是0 它會向上飄 我看到這裡 它會向上飄 飄到2分之VCC 所以以2分之VCC為電壓值的中心 來作動 來作動 這是我們覺得 為什麼單電源比較困難 其實也不是比較困難 只是它的中心位置 飄到2分之VCC的位置而已 所以我們如圖B負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它的中心值已經飄到負的2分之VCC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正負電源的話 它中心點就是在中間的位置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將正VCC除以2 將負VCC除以2的中心值的飄移 所以因此負VCC 所以就變成 以負的2分之VCC來作中心點 產生作動 所以如果只用正VCC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V1等於V2的時候 照理說是正負電源的時候 我們就是0 可是這裡不是 它就是2分之VCC 當V1帶來V2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正VCC V1小於V2的時候 它就是0 有看到這裡嗎 你就可以從這裡知道說 V0就是2分之VCC 其實它是中間值來算 中間值來算 如果你各位知道中間值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 這個計算方式就比較簡單 如果只用負VCC動作的時候 它會產生什麼狀況呢 因為當我們V1等於V2的時候 它的中心點已經飄移到負的2分之VCC 所以我們V1等於V2 V0就是負的2分之VCC 那V1帶來V2就是等於0 那V1小於V2的時候 就負的VCC 然後各位學員 一定要記得 因為OP是靠由於兩個電源 VCC跟負VCC 跟VIN的正 跟VIN的負 下去運算 而得到這個結果給我們 所以當我這邊只有負的電源 它不要一定就只有負 當我這邊如果是只有正電源 我不要就只有正 所以各位學員 一定要記得這個概念 一定要記得說 其實OP就是由於正VCC跟負VCC 兩個下去做運算 而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如果這樣的概念正確 我們如果再算出來怎麼是正的 那就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用的是負的電源 所以出來就一定會負跟0而已 不會出現正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各位學員 稍微思考一下就清楚 就清楚 所以其實呢 只要在負的電源底下 單電源其實負的正的 單電源都可以動作 包括不一樣的輸入在內 我們因為正的VCC的時候 不一樣它的輸入就只有在正的 那負的VCC的時候 也是只有在負的 你不能在正的 那也就是說 我們輸入的電壓 就被我們的電壓源把它限制住了 把它限制住了 最後我們這一小節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那OP的單電源動作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一直在講OP 最好是兩個電源 才不會搞混 那各位學員呢 如果是只有單電源 也可以動作 那你如果只有用九福特的乾電池 它也可以動作 那你最好呢 如果有正電源 有負電源 下去的時候 中心值在中間 你的計算上也會比較容易 比較感覺 會比較清楚 才不會混淆 因為只有單電源的話 那個呢 中心值就會飄移 就會飄移到正的 二分之VCC 或負的二分之VCC 只是這個概念而已 那如果各位學員呢 有很多的OP 你們去查一下 有的單電源就可以動作了 那有的是呢 只要雙電源動作 那你們在網路上就可以查得到 然後在卡塔陸庫也知道說 它的電壓的限制 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OP在使用上 有一些限制的地方 也知道說 OP在使用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那如果各位學員有興趣的話 我們九點六呢 開始會介紹幾個實驗電路 給我們大家知道 大家認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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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